可以提前先跳出去 进行主动攻击 先把战线拉到外面去 府里的动态太少了 让他们再增加一倍 不 两倍 要照亮一些 不放过任何一个夹道 每条道 每个门后 都要加一个仆人 是 诶 初友简 你现在是真不择手段了吗 这可不是你以往的帝王之术 你以前可不敢用这些手段 来玷污你自己的名上 朕就是在玩命 他们这些投靠倾庭的儒士 想用所谓的圣人教义来约束朕 让朕以仁德语的大清征天下 他怎么不叫多尔滚 以仁德和我大明征天下 他多尔滚能派宁万我跟朕玩命 难道朕还怕玩命不成 但凡以圣人教义 要朕只准做道德君主主 卑蠢即坏 继续提议 是 陛下 大都督府 书明院 根据锦衣卫情报分析得知 此次剑奴征伐我大明的主要兵马 是汉军八席兵和陆营兵 其中汉军八席兵为主力精锐 但以陆营兵为主 有二十万之巨 不过 这二十万战力不容小觑 多为从我大明园投降边军 如官宁兵中抽调出的老边军 作战经验丰富 甚至对关内作战经验也很丰富 而此次南下的剑奴 二十万大军的主要将领 朕朕帅 曾是我大明 与卢中列宫 同为大明关内作战最厉害的两大名将外 此次参战的祖大兽 饿朔 都是力战多年的名将 所以不容小觑 祖大兽 我知道 此人是吴三桂舅舅 吴三桂还不会打仗的时候 这祖大兽啊 早就和诺尔哈赤 以及皇太极奴球作战多次 虽然败多胜少 但能一直保住锦州 其能为是有的 红城仇得加倍注意 此人大财 刚刚刘淑密使说 他与中列宫 同为我大明当年关内作战的两大名将 而富财 恰巧在闯军出任过军师 据在下所知 当时红城仇与中列宫 能体育平定关内之患 主要是因为中列宫之勇 和红城仇之谋 可以说 红城仇此人于军事上多无一策 当年闯王还是高匪的时候 就在他手上吃了不少亏 淑密院议定出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策略初步方案 已经下发至各阵级以上的主将 下面 很简单阐述一下 我们淑密院的意思是 当年松井一战 红城仇 断送了我大明最大规模的主力 多数熟悉红城仇智慧习惯的 要么在当时战死 要么在当时被俘 或已经被处置 现在我们这里 没有太了解此人的 所以 我们与其猜测红城仇该怎么做 不如还是细想想 该如何防御为好 一尘看 我禁卫军 现在已有八万主力 其余各部精锐加起来 也有三十万 而且我们最大的优势 现在是储备物资充沛 没有必要 只在内部组织防线 可以提前先跳出去 进行主动攻击 先把战线拉到外面去 据臣所知 现在我们在与剑奴的交汇区 有很多异军 虽说大小规模不等 战斗力也是良有不齐 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他们 在外线先发制人 自去岁以来 剑奴一直在强制推行 剃发异服 使得北方市民反者无数 出现的异军匪扣越来越多 不过 剑奴现在也有狠招 利用满洲八旗精锐 对付这些许多还只是 拿着锄头木棒当兵器的异军 所以 异军伤亡都很惨重 但是他们现在 自剃发令以及满洲八旗 更加严酷的镇压后 对剑奴的仇恨也更深 如今我们 倒是可以更加主动的 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让他们对付更多的剑奴兵马 以牵制剑奴 准 军械总局可以把鸟冲 斑鸠冲 以及轰天雷 古墩炮 这种易操作火器 和大量冷兵器免费赠予给他们 就不指望他们拿银子买了 他们也没钱 还可以给他们缺粮的送粮食 缺衣的送棉衣 缺药的送药材 总之 只要能杀剑奴 就算不认大名 也是我汉家而郎 朕就可以额外加恩 先支持他们抗兴 情报工作方面 也要给予支持 兵部方面 各类武官官阶 语文官官阶 也给随便赠语 为拉拢人心 除禁卫军内部名气 不可随便升降外 其他名气 不必拘泥于理智 目前已能够笼络人心为药 另外 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方面 也得多做努力 争取能有各方面 都能入我禁卫军成为天才型名教 很好 用我们的工业品赚取的利润 换来各种低廉价格的粮食 要贪 无异会使我们接下来 应对剑奴的战争更好打一些 将采购的粮食分出一批 立即让郑家的商船 通过海陆 送到现在已经明确归附大明 且接受大明补助的一军 还有提前准备好的军线 以下 来州的谢迁所部 希望朝廷 给予三万弹粮草 和一批军线支持 让他招服周边一军 利用海陆将这批粮草运过去 准 让我们的新炼水师和郑家商船 一起进攻福山前所 让书密院即刻拿出一个作战方案 另外 告诉郑家 朕希望他们积极参战 就算北地没有多少可抢的物资 可以靠解救我汉人来换取朝廷的奖赏 但朕不要尸体 只要活人 要活的汉家百姓 不准对其抢掠杀戮 给予解救百姓的安家费 不得低于一两 可强制解救 否则 朕知道后必不惊饶 看郑家从北地抓来多少剃发的顺民 我朝廷就收多少 按照不同的地位给予不同价格 最低无良一位百姓级 包括妇如儿童 不分男女 既然贱奴现在还不把汉民当回事 那朕就让他知道 当他的统治区内 被统治的汉民越来越少后 他还靠什么维持税服和军需 不善前所所成 现在已改成一处陆营兵的营地 驻兵数量额100人左右 驻兵五官是千总郎廷辉 此人还算勤勉 每天会派十人左右的小队 与海上巡逻两次 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晚上就有一直半夜少 大都督府 书迷院的军令 是你担任此次军务的提督 所以 刘提督 由你来下命令吧 小三家何必客气 承蒙陛下看重 让我刘国张提督这次军务 但您是天子亲军武臣 还是您来吧 朝廷规矩不能违背 我既为军军纪 一向阳客 还请刘提督 别为难小弟才好 何况 海战方面 刘提督 我在旁边学习学习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提督助将了 建委区的第一营兄弟们 记着我教给你们的方法 将前面的锁城 开炮